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内地人大陆人来讲 就是党的生日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邵先生做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旅行 专门到我大陆地区 进行了专题考察 这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待遇 有那么高的待遇吗 我还不知道 所以我跟你说 想起七一这个日子 在香港是有很特别的意义的 早几年七一 小丽我也去过各种各样的游行 示威活动 那么今年七一呢 我就在这个泰山之间 哎呦 我老家 你老家在泰山 你三种人的 刚刚你请到山上 你就不能示威了 后来呢 回来这几天呢 回来两天之后呢 我也做过一些反省 对 一些自我检讨 自我批判 刚才已经 现在给大家汇报汇报 刚才已经看到了 这个闻到密密麻麻 写满了两页 真的 这个交给我了 这个思想已经改造了 我是三人行的这个抓思想的这个主要负责任 当然 对 所以他那个思想改造的这个结果 我得是 他点阅一下 他就想动向 结果人家说 我这两年 那思想逐渐被连文道府 所以你也应该跟他到泰山 这个没找你 对 我觉得现在是旅游的季节 对吧 这个两位都是从外游归来 我发现子东老师最近有点不正常 怎么了 他怎么了 也是 就是说一会去什么克什米尔啊 尼泊尔啊 印度啊 他去的都是美女多人 有时候做完节目了 就是那面色一脸铁青 就说我什么也不管了 我我我我现在有空我就去玩 我就就就下一步去欧洲 你知道他他太太真的住上海 女儿在美国 就他一个人在香港 常常打电话给他 他都是不在香港的 最近 你说他生态上有个问题 那咱们先 侦查一下秀源 秀源这个好像也是从多国归来 又将去往多国 对 我其实前段时间去了那个韩国 然后做一些公益活动 正面一下形象 让大家多做好事 另外就去广州念书嘛 然后刚刚又去 这个中央台做了我们 绕着地球跑 正大综艺 15周年的特别节目 还表演了一段非常性感的舞蹈 看不出来吧 我这么 看不出来 怎么睡到 神圣的伟大的中央电视台 我好骄傲 他到那去干什么 他去跳肚皮舞 你去腐化人家中人台 我是去那个 让领导检视一下主持人 是不是有特殊才艺 挑战机器 我还真没见过 说实在话 跟秀源合作这么久 真没见过 他这个 咱们看看这个照片 我还没 我刚才我都没看 来看一下 吓大家一跳 肚皮舞 对 这其实是算是民族风情 怎么样 身材可以吗 那是肚皮吗 那个前面遮了 因为没了 因为没肚皮 所以前面遮了 还挺漂亮 不错 当然了 不错 你知道那个屁股 跟那个上身的摇动的律动 其实就是土耳其 然后埃及 这些民族 风情舞蹈的特色 我们这次为了 让大家知道 其实主持人 除了讲话 也有点才艺 我许大家都以为 什么才艺都没有 所以就是请看 有才艺的时候 是请看人家的才艺 那今天咱们这个 互相就可以有 一个话题分享了 文道先说说 这次这个大陆行 一个香港人的眼光 我觉得 也许你过去是去过大陆 但你那个 大多都是去乱滚的 什么 乱滚的 这次是真的带着一个 学习和考察的眼光 去往我们的大陆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先别说这个 看大陆怎么看 我反而是掌握到 慢慢掌握到 一种这样的一个规律 就是说 以前呢 比如说我也常去 这种外地开会 或什么 每次开会 就一帮香港的圈内的人 一起出去这样子 我发现那种活动 去多了之后 有个感觉 就是比如说像这回 我们去大陆 是九个香港 写实时评论 做实时评论的评论员 一起去 我们的九个人 其实很多人观点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平常是会吵架的 只有大陆广袤的土壤 能教育你们这帮人 把我们关在一起 七天六夜 什么 关在一起 不是 不是 行啊 你们帮大陆 做什么 让我们的这种 很强烈的感觉 觉得这真的是很好 为什么 就 在香港 你哪能找到机会 就七天六夜 这九个人混在一块 找不到这机会 这九个人我发现了 只有在夜总会里 待过七天六夜 对 哪有这种 这七天六夜 这有意思是什么 就有一些 因为也是国新办的 有一些中联办的人员 真是领导陪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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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领导陪同到一个地步 是我们的吓傻了 因为我们是九个人上来 居然到了后来 发现是前呼后有 四十多个人 然后这个车长 走到哪 前头三两三个警车 开到后的 所以是小型的连爷爷的那种 不是那种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在车上呢 我们的九个人吵得很厉害 因为我们自己 谈很多事 我们自己不同意见 就开始 在讨论 都是广东话 结果闹着国新办人员 他们这帮 接待不满意啊 这个是什么意见啊 于是发现到了后来 这个酒是越喝越多 大概不是要 是不是 接待不满意 于是到了后来 那些地方上的一些政府啊 这个领导晚上起吃饭 就是喝喝喝 都是这样子 就你们香港这些人 就变得好腐败 每天晚上去喝酒 我跟你说太腐败了 不 晚上呢是很震惊的 晚上呢通常是吃完饭 大伙们聚在一起聊天 聊完天呢 全部都回房 为什么呢 谁敢干坏事 我跟你说 对 而且九个 而且九个都是媒体里头的人啊 九个也有四十个人 我们就说好 我们再回大家啊 集体监督啊 发挥这个媒体 集体自我监督的力量啊 然后晚上的时候 就大家都乖乖的 每个人都说 哎 晚上上了 我回房赶稿了 哎 我也是 真巧啊 我也得赶稿了 都是这样啊 然后第二天呢 或者这个疲累的身躯啊 就黑眼睛 昨天晚上 哎呀写的我写的晚了 都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 我觉得最有意思 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腐化透了 腐化就是说 有很多特权 我觉得 什么特权 你比如说 去看这个成都大熊猫培育中心啊 那我只是之前去的时候 我就很兴奋 因为以前过去我们凤凤的 他们他们都摸过抱过 我都有一队嘛 穿的那个保险套 穿那个保险套 穿那个 你还能穿上那个保险套 你还能穿上那个保险套 他带那个 然后呢 我们去之前啊 我说哎呀凤凰过去几年来 我都没人跟上来啊 这回来了 不晓得能抱不 能抱还是不能抱 我就这么跟这个 陪同的领导 就这么说了一句 我跟这个领导说 哎呀 这还真是不知道能不能 待会给你问问 结果到了那里头 你说好 今天我们特别安排 你们这几位团阅 有一位可以得到最高待遇 来抱这个小熊猫 大熊猫什么的 然后呢 大家就说哎呀 我到了你上一上 然后我就哎呀 就觉得实在是 哎呀好心愿 这个这个 这个待遇太高了 到了 到了 到了之后呢 而且给我们同行 不都是媒体吗 这个给这个东周刊的 总编辑 跟我们一块去的吗 他就照了相 文道 这个回香港 我就会发这张照片 说梁文道 香港评论员 平常就是反对腐败 反对这个各种特种待遇 结果上了大陆 就接受这个对象待遇 这个要揭发你 要揭发你 但是你抱的那支 是不是要送到台湾的那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应该是 卧龙去的 我那个在成都的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我也好想抱 秀元 这是他的一个感觉 到了这个大陆 感觉到我们 这是我们浓浓的这个代客之道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 在我们这个大陆啊 永远都是对待外来的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对待外来游客 比对待这个自己的游客 态度好多了 而且呢 对待这个 这有什么可笑的 这是对的 这是反映我们这个心态 热情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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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些风景点啊 你比如说这次我去贵州做一个宣传活动啊 他去了黄果树瀑布 那这样很感动啊 人家那个黄果树瀑布的那个老总啊 那么忙的情况下 亲自出出营啊 而且呢你比如说一般游客 他不会给你一个VCD吧 对 这样人家给你一个VCD 你这次去贵州吃是去 我知道 是因为现在我们那边广播节目 其实也可以听到 对对对 以后咱们节目在这个叫什么 在电台全贵州都能听到 恭喜各位 扬名 所以我就想知道 这个秀元 你作为一个台湾人 当年第一回来大陆是什么心情 你知道其实我们当初来大陆的时候 因为身份特别 我是做了节目以后 然后我才有机会到大陆嘛 那我记得我有一次 就是进大陆海关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看了我的证件 但是我不晓得大陆的情报系统 还是就是那个电脑连线 非常的严格 我进去以后 然后不准进 其实我当时都签了 就是那个旅游的签证嘛 然后他就说不准进 就发现了你的台湾情报人员的特殊身份 但是后来我问他 我说为什么不准进 然后他也不给我理由 非常的倒密 他就说请你坐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给我咖啡 一会儿给我茶 一会儿给我蛋糕 一会儿给我什么 但是我坐了四个半小时 他就是不让我进去 后来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我是冥记 就是冥记者的身份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 我觉得当时呢 他们觉得我们是媒体的人 可能对于就是说 当时的言论什么 必须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 其实 我们已经有那个 record 不晓得嘛 然后就是 进去的时候就跟他讲 结果我就 我也走了一个后门了 然后我就拜托了很多的朋友 这边打电话 那边打电话 然后从北京那边 就是说他是做节目的 然后他的这个什么东西 我们来了解一下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请你告诉他 不能接受任何采访 不能什么什么什么 点点滴滴了 那我当然是 其实我主要是去玩嘛 然后我也就很安分的进去了 但是我进去以后呢 然后我上了这个上海的火车站 我第一次坐国内的火车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票 然后每个人有位置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非常礼貌性的 就是说 哎呀有看到抱小孩的 您先请 有什么事 所以我发现只要让一个以后 后面就 就一票上来 然后我到 你基本上像我这种小哥人 就旁边等着吧 就一直挤 一直挤 一直推 他跟着你要从车窗爬进去 其实我就不懂 每个人都有位置 你为什么要挤呢 上去不也就对他入座 因为那是不一定 所以就给你这个台湾来客看到 什么叫人口众多了吗 没有那么个小岛子 然后另外有一个 我就发现到我们祖国的那个 这个同胞们 那个口条之六 你知道吗 就因为我们在旁边 这个儿化烟哈 这个六 然后不是 我就在旁边买了 就吃了东西 然后剩了一下 我想不要浪费 我就把它打包 但是他不给我塑胶袋 我就到旁边的一个 还是卖中药 我记得叫什么什么糖吧 然后他就说 要塑胶袋是吧 谁告诉你这可以 没有顺利拿下 你知道我们塑胶袋是干什么的吗 为什么没事 我要给你呢 我跟你什么关系呢 大概盒子长了有十二 我说谢谢大事 我不要了 你知道吗 他讲的也不是没道理 因为不是每个人来 他都要供应塑胶袋 可是你也没有想到 说一个塑胶袋 他可以告诉你 十分钟那么长的故事 其实对我印象深刻 而且请你吃饭的时候 但是真的是友谊啊 热情如火三十几个菜 然后都是那种 一整条蛇就上去 那个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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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台湾没吃过蛇吗 我吃过我们台湾的蛇 就这么一小盘嘛 然后就几个人吃 就加几口 他不是一条大盘 好像一条大盲蛇盘的那个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大呢 树大就是美 你知道 印象非常深刻 你看秀源这个 初次到我们大陆 他那时候印象就是大 很多的景象 大大大 大概差不多十二年前 大大大 对我们就是大嘛 什么就是大 对我们什么都大 人的也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文道到大陆感受不仅是我们给你特殊待遇这一点吧 当然不是啊 而且我还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你发现看到很多人 就是说大陆人真是太多了 就像我们刚刚讲 他不同的层次啊 他对香港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想法 然后他对你的方法也是很不一样 是吗 怎么讲 我这几年去大陆 我觉得变化最大的什么 就过去 就十几 我也是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大陆 那时候印象就是无论到哪 都是喝酒 抽烟 菜要上了很多 现在我发现啊 凡是这个做官 跳得越高的人 酒喝得越少 然后尤其在这种场合 烟呢 基本上是不碰的 然后呢 这个菜呢 比如说越是高级别的单位接待你 菜上的反而少 对对对 你有这个感觉 但是精致 就是这整个 这对我们这些香港人 比如说我们西化的 比较厉害的 这种外人来看 也不能说是外人 就是说在这个香港这个英国殖民的情况下涨断了 那倒觉得挺顺眼 就觉得挺舒服 就是说不是特别的铺张 不是特别呵呵要劝你 就级别越高 吃得越简朴 吃得越简朴 越到下边吃得越奢侈 对 吃得越多 什么鱼肉香里嘛 香里才吃鱼吃肉 对对对 同样的领导 是个大方啊 对啊 你没看到 这个温家宝 胡锦涛平常都吃饺子 每次看他们出来的都是这样 对对对 然后呢 我们呢 还有个感觉就是 什么叫做对香港的态度不一样 就是说 其实啊 比如说像 国心办这些中央的部委啊 他们的一些的领导人啊 或者干部啊 他们对香港 我觉得情况是掌握得很熟悉的 所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直接 我觉得 反而是到了什么地方 我觉得特别有趣呢 我们大家就有这个感觉 就去到很多博物馆 去到一些景点不成的导游嘛 那导游呢 我很肯定 他们都是很专业 就他们知识量 储备量绝对很丰富 而且记忆很好 随口一说出来 这东西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就跟你如暑家 但是我发现一点 就他对着我们说 我感觉上是有点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他很喜欢强调什么 他说各位香港同胞 请看这块东西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 我当时看到这个 我是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真的是感动流涕啊 我想各位 您再看看这个吧 这是什么 这是东方维纳斯之称啊 去了德国 怎么样 那我的感觉怎么 就是说其实你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讲 我们这帮人啊 也不是第一不是不爱国 第二不是不懂中国文化 所以呢 其实你不需要透过去 常常去讲这种话 去唤起我们的民族情绪 但是难道你不感动流涕吗 如果要我们感动流涕啊 我就觉得很简单 比如说我讲用佛像为例吧 你比如说你老跟我说 这个佛像 他是如何在外国得到什么什么好评 然后怎么样代表中华文明教 这种话我觉得是虚的 什么叫虚话呢 就是说你 哥哥泛养的是虚 你听了很多这个宝贝 很宝贝 他太宝贝了 大家多宝贝他 我们该怎么样为这个宝贝骄傲 但是说了半天就没说什么 他到底宝贝在哪 你懂我意思吧 那你还是文人嘛 你还是希望了解这个文物价值 但是很奇怪 就是当你很仔细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说中国人多伟大 我能够用双筷子跟你说 你就拿双筷子来讲 这筷子这是中国人智慧啊什么 说了老半天是没用的 你不老公的说 大家想想看 筷子是一种很违反物理原则的 一种吃饭的方法 反正刀叉呢 是把直接是很肉食很野蛮的 刀叉就是一种 我觉得刀叉才是那个游牧民族的 刀叉是人类 如果从动物进化成人 开始用实据的话 是最自然的 因为是怎么样是撕开的 吃肉的病毒 但是用筷子是表示什么呢 用筷子表示首先所有的食物 比如说那个牛肉 我在厨房是先处理过 我才能用筷子一块夹起来啊 对 而且用筷子 你那个手腕的技巧 各方面的协调是非常复杂的 对 就像中国人都吃毛笔嘛 对 所以你比如说说这筷子 如果你这么一解说 那我们在想 哎呀 这真是 当初咱老祖宗怎么想到用筷子 这玩意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你也有点过了 你把我们导游当哲学家来要求了 不不不 不过 其实这个我觉得 老实说可能因为两边的地方 这个受的 就是你说英国殖民的这个 整个这个环境 那在台湾呢 其实大陆同胞对我们的讲法的时候 是真的他有一个感情 知道吗 因为他觉得台湾 其实他有一个羡慕 有一个同情 还有一个他觉得 你是私生子不被爱的那个感觉 所以他觉得其实你们是真的失落了很久 然后他每一次在跟你讲的时候 他会觉得 哎 其实你看这么久没受过祖国的关爱 你们真的应该受受祖国的 那种感情 然后他就会想尽办法去喂你吃好的 然后他老觉得你是孤儿 但事实上 我老实说其实他们是真心 因为他们从小受到的那种思想 然后他就是告诉你就说 我其实是很爱你的 但是只要你读 我就把 你知道其实谁讲的 是面瘫的老板 他并不是一个那个政治的狂热分子 他不是一个什么 然后他其实平常看你的节目 然后他其实跟你聊天 他很喜欢你 可是他就跟你讲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但你只要读 我就打 然后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这样 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 可是你不关心政治啊 咋也轮不到你打啊 对不对 这你就不明白了 我们大陆人民 所以就还是不懂啊 建议就不知道了 所以两岸三地要互相了解 你知道吗 我们大陆人民 他是有关爱政治的传统的 对 因为他曾经经历过什么 全民的搞政治 全民的喊口号 对 所以北京一低势司机 你听他说的话 跟一国务院总理的差不多 最近这个三峡工程啊 你有什么看法 后面看我开车 开车 他什么都懂 大家乡乡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到这趟大陆情啊 这个新的体会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像我刚刚说那个导游那个 我为什么特别关心这种问题 因为我很关心这个城市品牌 文化旅游管理这方面的事 从这个角度看 当然我说刚刚这样子 接待香港人的导游 个别导游小姐 有时候他那个语言的表达方式 其实还可以再琢磨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跟过去自己去大陆旅行太不一样了 就比如说 因为有些地方我是故地重游 比如说像济南大明湖 我记得十几年前去的时候 这水是坦白讲是有点脏的 这回去是真的是干净了太多 而且我听到他们说这么一个消息 就说现在济南市区内 不准再盖某个高度以上的高楼 特别是湖边 这意识就完全不一样 对 意识非常好 那么有些地方我没去过 比如说像成都的清晨山 这真是清晨天下优 没错 太美了 真是太美了 你去了 去了 上了 太美了 有没有碰见唐当家的 什么唐当家 唐门你说 没碰到 看到很多道士 但是我想当家的那道卑狱 真的有用那个白色的嘻嘻 有有有 道士是不是把你认出来了 没有 道士没认出 那导游小姐把我认出来了 清晨山的道士 都跟我讲 看呛呛在院 真的 我们要多俯化 对对对 修行孤立大众 对我们要好好把持一下 别俯化人家道长 然后呢 这个看到的清晨山 我特别注意的 不只是这个风景 我很关心它这个路标 比如说到了某个景点 它会树块碑 说这旁边是什么景点 我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个 因为这是细节 就是说你这个管理机构 比如说这个旅游局的 它这个管理好不好 东西做的好不好 有时就在这种地方看得到 你就看到真是好 哎呀 文道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太阳 这是我 我最近对这个罗虎啊 过关啊 有体会 就深圳这一侧啊 我觉得真像黄河啊 黄河经常改道 太动不动就改道 怎么天我没有 他又没到什么时候改了 怎么天我偷偷碰着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网通凤凰紫叶快车 没帮 happened 没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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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